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和中年男子告别之后 丈夫明显不是很开心 女子却非常的感兴趣 回到家 在饭桌上 妻子也是在劝说着丈夫 想得到丈夫的支持 劳工和我一样 是有魅力的人 对金钱不太感冒 够花就行了 没有太多的要求 妻子却觉得他们总不能一直在这50平方的房子里吧 为了以后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也要出去打拼一下 这是很多中国人都有的打拼基因 丈夫不想磨灭妻子的梦想 虽然很不舍得 但还是答应了妻子 一转眼 妻子跟着旅行团来到了德国 在趁着团圆不注意的情况下溜了 来到一个华人区 墙面上贴满了招供信息 妻子记录了几个招供电话 便找了电话亭打了过去 梦想总是有的 现实却相差甚远 在和老板谈论工资的时候 发现和自己的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 为了能早日还上寄来的高利贷 无奈之下找到了一个工资极低的保姆工作 老板却给他分了一个比厕所还小的卧室 在安置好后 阿荣给丈夫打去了电话 跟丈夫汇报了这边的情况 丈夫跟妻子说 他的工资连高利贷的利息都不够 一转眼 阿荣到了领薪水的时间 说好500欧一个月 老板却只给了400 老板以他的儿子打碎了一个花瓶为由 客扣了阿荣100欧 阿荣和老板辩论的时候还被老板侮辱 说东北人干什么都不行 阿荣为了给家乡争口气 迟迟便不做了 毕竟是黑过来打工的 阿荣也不能靠法律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当阿荣晚上背着包裹从老板家走出来时 对警察也是预知者弊 阿荣到饭馆准备吃饭的时候 正好听到饭桌上的女子和老板娘在争论的口角 老板娘回头说了句 遇到东北人就头疼 这又让阿荣非常恼火 便和老板娘吵了起来 这时饭桌上的同乡把阿荣叫了过去 请阿荣喝了点酒 吃了点饭 也是对刚刚的事情给予感谢 之后两人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吃晚饭以后 同乡小酒得知阿荣今天刚到德国 便把阿荣带回自己住的地方 阿荣也住了一个礼拜的床位 阿荣这时才知道住在这里的人都是战戒女 次日阿荣又出去挨个商铺询问招工信息 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工作 不是说三胖子广场有很多招工的吗 晚上阿荣在吃饭的时候听到这些战戒女在聊着一些漏过的言语 引起了阿荣的反感 而这些战戒女也是跟他现在一样 只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 借了一屁股债 不挣到钱 怎么有点回家呢 小酒看出了阿荣内心排斥的感觉 便劝阿荣回家 钱可以慢慢还 有老公有孩子的他 跟他们这些人不一样 阿荣来到德国的费用是借了高利贷来的 而且丈夫当时也不同意 好不容易劝说才得到丈夫的支持 怎么能回去呢 天一亮 阿荣又出去找工作了 在一家饭店极力的推荐自己 却被老板赶了出来 阿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 看着这么多的招工信息 却没有自己能做的工作 这时阿荣给老公打了一通电话 老公告诉阿荣 他已经把他们家的房子出租出去了 为了还上第一期的高利贷 阿荣挂断电话以后 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再赚不到钱 回家连小房子都没有了 次日阿荣在暗处观察小九是如何懒客的 就这样阿荣也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这日房东来收租的时候 小九看到阿荣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便发现阿荣也已经走上了这条路 小九出于好心告诫阿荣一些战阶的规则 阿荣却碍于面子 躺射了过去 又一天阿荣接了一个客人 当阿荣转身脱去医护的时候 这个客人却拿起了手机给他拍了裸照 回到家以后阿荣终于忍不住了 把这么久以来的委屈在小九的怀里统统的哭了出来 阿荣已经回不到以前的了 已经这样了 小九带着阿荣把挣到的第一笔钱寄给了丈夫 带了阿荣去看了免费的医生 阿荣也在德国景点拍了很多照片 寄给了丈夫 告诉他在这边过得很好 这天阿荣跟丈夫在网吧开视频的时候 感受了在大洋彼岸来自丈夫的关爱 这时阿荣才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阿荣的远方妹妹也得知阿荣在欧洲赚了很多钱 在没有跟阿荣打招呼的时候 办好了出国手续 却在准备出发的时候才跟阿荣说明 尽管阿荣如何唐赛他都要来 当丹丹来到德国 阿荣也带了他去找了很多工作 丹丹却发现保姆的工资和他相差甚多 晚上阿荣也劝告丹丹跟着旅行团的人回去 可是丹丹也跟阿荣一样借了很多钱才过来了 又怎么能走呢 阿荣让小九劝说也是徒劳无功 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阿荣告诉丹丹自己是个战阶女 丹丹得知一切的时候也是抱怨阿荣 可是阿荣又能怎么办呢 总不能在电话里跟他说 自己在这边是个战阶女吧 然后姐妹二人就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丹丹毕竟是个涉事未深的女孩子 在询问阿荣跟老外在一起办事 是什么感觉的时候 丹丹也加入了战阶女的行列 而丹丹是个单纯的女孩子 在做了几单生意以后 丹丹每日回来都在嚎啕大哭 要找她的老公 阿荣怕丹丹会出什么乱子 把这种窗户石捅破 就跟小九商量以后 把丹丹带了回去 回国以后 丈夫看着几年未见的妻子满脸欢笑 丹丹的男友却是一脸的惆怅 借了这么多钱该怎么还呀 丈夫为自己的店面买了新的门面房 家里也买了一个海景房 老公还是那个老公 可是阿荣却已不是当初的阿荣 晚上该做的事情 尽管阿荣害怕也还是要做的 早上起床的时候 丈夫却已不在 打了电话也是关机状态 这时阿荣便紧张了起来 阿荣在门面房里找到了丈夫 看着满地的酒瓶和丈夫那种状态 丈夫已经知道了一切 在争吵之后摔门而去 原来是丹丹把事情全说了出来 丹丹的老公把责任全推给了阿荣 阿荣也是自苟否认 自己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丹丹的老公原谅了丹丹 可是阿荣的丈夫却已离家出走 阿荣把孩子带回了老家 此时解放邻居也托阿荣的母亲 替他们在国外找份工作 尽管阿荣怎么说 母亲还缠着他 让他可以找个工作都是解放邻居的 阿荣回想在国外的工作 对母亲发了很大的火 大难跟阿荣告别后 和男友也离开了这个地方 阿荣回到家以后 也从儿子的手中接到了老公的电话 得知丈夫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阿荣带着儿子坐了很久的火车 找到了丈夫 在此我想说一句 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的女人 不是在某个地方 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大了 阿荣和他的丈夫最后该如何收场呢 如果是你 你该怎么办 我是相公仁美 感谢大家的观看